有觀眾想問,700-388 又是否可以長線投資 或現在可以開始儲貨呢? 700-388,如果你說真的長線 我覺得可以開始考慮儲貨 先說700,始終加近也算穩定 比較橫行一點 不是特別弱的一個格局 但比較好一點的位置是 就是406邊這些位置 可能等多數元 如果下載406邊這些位置 開始考慮,可能慢慢儲貨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大家對他的看法 雖然他也是有監管影響 但是會好一點的 無論從過去的業務 或者他應對內地政策的轉變 其實他是OK的 所以我想如果隨著時間而過 只要不是在他身上特別明顯 還有怎樣加強監管的情況 我想慢慢的業績會回復 一個比較穩定的增長 其實機會是比較大的 所以一旦有比較穩定的增速 而配合他現在的估值算是近年最低的話 其實吸引性是慢慢浮現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406邊開始 慢慢去撓一下 我覺得可以的 這隻我自己覺得又不是太擔心 但當然短線你會遇到一個範圍 可能4006、5001 這50元裡面可能先走著上落 但是中長線我覺得OK的 至於308來講 其實一向看法我自己就不是太淡 但是始終他近期的洗是比較弱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說可以撓也好 可能真的再等低多一點 因為他的走勢就剛剛這一轉 本來就橫行了很久 但是去到少月中後段 反而向下是開始跌下來的 你看到這幾天其實都沒有太大 但是可能踏上10邊線樓上的機會住的時間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試回到大概4002邊這些位置 不如落到這些位置附近 開始才分住去買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隻可能要比較中長線一點 因為始終這個好看回整個市房 你總整個港股市房的氣氛 成交 其實明顯地這幾個月是再轉弱了 這個要先給多少耐性 但是行動廣告所 除了成交除了新股之外 他自己也多一些新收入的憧憬 例如之前A股期貨這些 但是真的要先給一些耐性